我們可以發現,剛剛我們叫巴西的上面是貝倫,那個小紅點 貝倫在那邊,然後我們是搭船到那個紅點,就是那個Catichoba的小島 這個都是河,不是海,都在河裡面,河裡面有島 那接下來就給大家看到,長什麼樣子 好的,這個就是河,看漁望無際,很像海,可是其實是河 但因為我們沒有想像中貝倫,因為貝倫在中文的資訊非常非常少 然後即便是英文,因為它是葡萄牙語,也不太多 但找到這,可是到了現場之後,那個照片跟我們剛出去上做功課的照片完全不一樣 好,下一張,很漂亮,是很鮮豔的色彩,跟氣候有關係,樹都綠綠的 當然,好多鳥在底下黑黑的,有沒有看到,那個是圖鷹 圖鷹在吃垃圾跟狗一樣,我吃垃圾那個,我們會被這些畫面震撼 然後我們差不多沒有看過這樣的畫面,超多圖鷹的啦 可是他們都覺得好正常,因為他們幫他清潔他們的垃圾,天啊 好,這個是那個小島的一開始上去,然後這個是以前的舊監獄 欸是監獄耶,舊的監獄 那以前,對啊,通常島都拿來關半人,就像綠島一樣 這人類的好奇怪的天性,但藍鷹還好,藍鷹還好,沒有關到什麼 有啊真的嗎藍鷹也有,曾經嗎,真的喔 大家對島的想像都是要關半人喔 怎麼會這樣子,然後其實一樣,就是人類很奇妙的一個 好,就這樣,過去 好,這個是河,我第一次在亞馬遜的游泳,就在這裡 那其實他們其實這個島,雖然還是有一些觀光的產業在裡面 然後其實都是一整排,其實都像是酒吧 可是那個不是海,那是泥巴水,是亞馬遜的 然後來這邊的人,大部分是當地人,當地的巴西 因為巴西很大,台灣太小了,高雄去台北玩 台北來去高雄玩這樣,後來台東玩 可是他們很大,他們感覺就是 我們北京,然後我要去雲南玩,不是雲林 所以他們的那個文化差異性還是有喔 然後到這裡,然後可是對我們來講,我們是一個少數 因為他們大部分的觀光還是巴西人自己這樣 好,然後這樣就有來兜售這個蝦子這樣 但我們都會覺得,哇,河旁邊賣蝦子應該很新鮮 沒有,吃起來很像稀老,你知道稀老嗎 其實那很鹹,用鹽巴醃的那個,鹽巴可以 鹽巴醃到他很熟透了,這樣 這個我們在那邊,當然因為很好奇 所以我們都會一直嘗試下一張 好,總部,剛剛講的那個媽媽婦女小姐總部 就在這裡,他們很喜歡 隨便讓該房子 怎麼講,因為他們建築可能就是 可能氣候的關係吧,沒有太多的,沒有颱風 然後建築感覺很不堅固 對台灣人來講,我們的視覺感覺很不堅固 然後可是這樣的狀態,在那邊是一個常態 不是貧窮喔,他們可能就是這個狀態 他們房子,他們身為也蠻愜意的 在總部的話,就是因為我們剛到 所以其實我們還有一個功能 蘇米恩,譬如說是個音樂人 我就發揮我的音樂才華 要不然坐公關很硬啊,直接啊你好 然後我們是來照明星一起,怪怪的這樣 然後我們就用一些音樂的方式 讓這個交流不要那麼硬啊 那雖然他們還是很熱情 他們比較像部落達人的狀態 其實我們有付一筆費用 他們有開個費用,然後我們就付錢 但是我覺得我們想要了解更多 所以在音樂上面就有一個很直接的交流 就是他們唱給妹妹唱給我唱 很帥的妹妹,你看 你看 天啊 傑森媽也是啊 有沒有媽媽 我看得到了人種吧 有非洲醫 有混血 已經這個區域已經分不太清楚 所謂的血統上面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大概是這種的人種 然後音樂呢 是生活在他們的 常態裡面 小朋友都會彈他們的歌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算不上次的證書 可是 會覺得 他都會彈那些媽媽不也會唱的歌 但我最近其實是在生活裡面 好 他們唱的 我唱的比較好 就是好歸他們也會唱的 上次也唱這樣 你看都 媽媽也可以跳 有沒有 他們很喜歡這樣 那 也沒有歌 他們完全沒有安排舞蹈 我不用看 他們就是 用音樂要唱這樣 下一個 基本上 我們就是 用這種方法去做第一次的接觸 所以我會比其其他的遊客來講 他們會覺得比較特別一點 然後 沒有那麼硬 雖然我們是 好像客人要被服務 可是他們其實 更自然 多一點 那這也是我們想要去 去更多的深入的接觸 好嗎 這邊 努魯來講 這個叫什麼 怎麼講 這個 就是 對 剛剛除了音樂上面叫做之外 我們也看一下在小島上面 他們的經濟的作物或茶物是什麼 那這個非常的 算是 幾乎 我們後來是有一個 道理樂 其實道理樂 他們很多的飲料 大家就想像可能 像台灣的茶或咖啡這樣好了 他們有一種 有種東西呢 就是用這個 不太玩笑 然後中文其實是巴西梅 那這種東西他們會到時候是 就是打成醬汁 然後直接沾醬 吃也好 或是它就是有點像 那叫什麼 不是葡萄 它是乳酪有沒有 就是那種乳酪的 就是直接 抽抽抽的來吃 然後灑超多的糖 因為基本上它 很澀 沒什麼味道 沒什麼味道 但是澀澀的 對 那可以給大家分享一下 那這個 阿鯊它到底是 怎麼採集的 其實它是很重要的生活用品 然後 我不知道有沒有辦法比例相多啦 可是他們是每個人都在吃這種東西 對我外國人來講會很特別喔 可是他們那邊就是 已經成為女生必須品 然後是一個生活的能量的 也就好像早上要喝杯咖啡 他們都要吃這個 不管是用果醬的形式 還是用飲料的形式 他們都有 所以它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以他們每個人都在採這個巴西梅 很高喔 可怕 兩三層樓高 這個角度我拍不深喔 對 有點曝光 但實際上它的高度真的很高 很危險 至少是超過兩層 兩層樓高 然後每天 他們就是採那個 一桶一桶 一桶大概換三層台幣大概八十塊 就這樣一桶 然後泡水 對 然後這次要採集下來之後呢 放到水裡面就是浸泡 浸泡 浸泡完之後 那它怎麼做呢 就是這樣子 打成醬汁 然後 我以為會炸很多 對 其實沒要看一下 它慢慢一蘭 炸出來就是弄了一小鍋 其他是什麼 其他的都是種子 那種子超大顆的啊 感覺只是去那個熔岩的體而已 你看 就很大顆 所以就是它的 就是它真的很耗工的一個食物 非常非常耗工 因為他們又很需要 他們每個巴西走到都市裡面 都會有這個食物 很特別的一個產業 就像檳榔一樣 好像一個很特別的產業 它真的是一個台灣文化裡面 必需品 已經不是變成那個生死民 是必需品 大家需要吃這個食物 那採集完的那個阿薩伊的數字其實 可以拿來做這樣的一個 裝飾 對 裝飾或裝飾藝術 而且是拋棄式的 它孤兒的丟掉了 因為他們會一直採 所以就每次他們都會做很多裝飾 超多的他們會打的邊來邊去 對 那除了阿薩伊之外呢 他們有些串珠 現在可以請 您分享 對 很像那個阿美族的那個 玉米珠 他們也有 而且還可以藍色 然後他們也有那個駐馬 同學 這個是駐馬鞭鞭鞭鞭 只是駐馬鞭鞭鞭鞭 我覺得台灣比較聰明 台灣是用這樣 抽的這樣抽 兩條或是四條這樣抽 他們沒有手這樣轉 我本來想要抽的給他們看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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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這樣 應該體驗嘛 所以還是按照他們的方法 好 不要太展現自己 也就是來人家的地盤 我們要按照別人 可是很漂亮 因為這樣 用手轉 把它更精緻 沒得溫路 但是力道要一樣很困難 因為你手很容易甩 錯的話很快 那力道一樣的話 那個線路會比較均勻 像這個其實還是有空 然後他們都拿來做他們的裝飾 其實他們生活的美學 都在那些很小的東西上 房子可能沒有 但是那些小的配件 還有那個阿薩里的那個數字 他們擺在家裡面 那除了剛剛那個手作的體驗之外 我們剛剛講的那個經濟產物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是這個 它叫做Pibioca 那對中文 抱歉我也找不到 怎麼解釋一下 我剛剛請知我學生 那這個它其實是當地巴西 一個很大的化妝品的品牌 直接跟這個小島就說 嘿我要你們提供 就是半個廠商 對 就是你們這個Pibioca的原料 就直接做好了 收成的時候就給我 然後其實就是有理想買斷 因為當地居民 他們不可以自己生產 但是他們可以確保是我公司 就是給你談 然後Pibioca呢 你的作物一定會被收 被採收買 不會不自銷 對 但是前提就是你不能自己生產 所以居民其實他們 他們這樣的合作方式也蠻久的 那其實它真正厲害是在於 你看到它在聞 它是根莖的地方有一個味道 那個味道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它就是香香的花 像 你去想嘛 地瓜嘛 可是聞起來像花 對 根莖類 那它的莖沒有像地瓜 我除了它就是小小的 然後它就是它的末少的地方 其實他們那個就是 他們在做保養品 不管是香水也好 或是可能不易也好 他們的精華的地方 我們有買了小小貫 對 有 可是今天不行 發給大家 因為我們也不再下來 它就比較有點像 它也可以做一個像巴西的 那種明星花舞水 對 好一點高檔的高檔 沒有在乎 那是普及到這種程度 是好聞的啦 然後你看到一整片鐵 是剛剛前面 這個 這個櫻娜的 這個櫻娜的地 對對對 那除了就是 這一個去看它們的 Pubioca的種植地方之外 我們也有經營了消亂的導覽 嗯 其實它們更 更會 我們以為它會刻意安排 就像剛剛那刻意安排 讓你去看那個植物 對不對 它是做手作 然後我想說很期待 因為第一次在亞馬遜的森林裡面 這樣走 那走啊 走四十分鐘 快一個小時 什麼都沒有 然後也沒有山豬 也沒有飛鼠 那我就覺得 還不錯的原因是因為 它沒有故意要 用山豬飛鼠吸引你 因為這種東西才會浩劫 你不能說每次帶客人導覽 的時候 就有抓到山豬 我會去山上打獵 哪有那麼好 你一次都 山豬 你有沒有附山豬吸水 可是這樣子其實 這樣子吸引客人 不太對 我也覺得也是 其實你在吸引客人的過程中 你保持一個開放 但是它們真的蠻開放 因為 就莫名其妙去去導覽了 這樣子 有沒有告訴我說 今天是導覽的時間 這樣 所以超級不語巴西時間 所以其實原住民 我算是很準實的 台灣 我們會告訴客人的時候 我們會接下來做什麼 他們連告訴都沒有告訴這樣 然後我就 我想說 等一下是要去 看看還是 就這樣走四十分鐘 然後什麼都沒有講 他說 這邊沒有什麼好看 我們回去了 就是這樣 而且他 當然他有語言上面的溝通 因為 葡萄牙語 先轉個部分 這樣子 然後 然後剛剛有一個 好像是我們的 導師 他們的 類似他們的 類似他們的大學生 回去自己的家鄉 做這個工作 這就是 整個生理 因為也沒有特別 介紹什麼植物給我們 我有看到這個 這個很像台灣的腳板 跟著這個食物 很大 很巨大 果然是熱帶雨 樹都超茂密的 很巨大 那 剛剛講的都是 比較多是體驗的 那當然吃的部分呢 也有一個 算是當地蠻經典的食物 他甚至連 他就有點像 路上的小攤賣的時候 有賣這個東西 他叫 Tapioka 早餐都會有 嗯 然後講說吃到是什麼 怎麼那麼好吃 放心大家 我們每天都愛吃 我們都吃得到 對 因為呢 你只要點珍珠奶茶 那個珍珠呢 它其實就是木薯粉 就是Tapioka 只是他們在那邊 就 都用炸 對 用成粉餅 然後拿去炸 然後裡面可以塞起司 或者是塞那種很甜很甜的醬 對 然後這個是他們 算是蠻經典的一個食物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 這個是他們的酸辣湯 但是你有沒有看到蝦子 就是那個很鹹的蝦子 熄酪蝦 放在酸辣湯 所以不只酸也不只辣 它也很鹹這樣 但是這是我唯一吃到的熱食 所以他們沒有什麼熱的食物 他們雖然很喜歡烤肉 但是食物裡面除了肉 跟這個湯以外其他都是冷的 那可能也受到一些西方文化的影響 因為畢竟跟葡萄油的文化有已經很深厚的連結了 那大家就一些道理交流 加油看到這個動作就知道了 這個就像我們阿美族在昆山洗氣 然後任何一個聚會裡面會跳傳統舞的概念一樣 我們阿美族不是很多這種 他只是變這樣而已 一樣的 因為我們很少扭屁股 要很電腦有沒有 然後 但因為我們可以用音樂交流 不要不要不要 換我們 好換我們 還是你要看他們不容易 對不起 看我看你了 那換我呢 我就說我跳舞是這樣 我就叫他們跳 他們可能扭屁股比較灌 連牽手我都會躲屁股 他會幫我們打鼓 好啦他們很想動 他們不喜歡手被牽起來 能夠彆扭 那個貓貓有看到嗎 那個 今天像我那個 穿白色衣服的 他有點像非洲一的 雪桶 你叫我快樂 強者請問他們 對他們來講有點無聊 快速帶給我 好就這樣 好 以上就是我們 那兩天其實在 會議之前的兩天 對 其實會 他你看會前會議 就是通常這種年會 他們會有一個 在正式開始前會 會安排 當地的社區導覽 或是有哪些電話 你去逛逛的這樣子 那正式會期是8月7號到11號 那其實是在他們的一個 國際會議中心 那我們做的事情其實 我們其實裡面有做了 阿米思念姐的分享 然後再來就是阿美族 現在創作一部約 跟創作一部的分享 以及我們參觀他們 管內地線床位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會有什麼 長什麼樣子 長這樣子 其實很像博覽會 其實就是有些 現代感的設計這樣子 那就是門口的地方 然後就是從上面 往門口的方向拍 就是一個博覽會 底下滿多攤位的 對 滿多攤位 對 然後不要懷疑那個就是 那個就是在賣酒 有什麼問題的 對 攤位賣酒 跟阿米思念姐 也有賣小米酒 對 對 然後他們的攤位內容 可以請隨便分享一下 其實 我覺得阿米思念姐的攤位 不會輸給他們 反正他們不在 他們有沒有聽到 他們其實 因為他們一直強調 文化的多樣性 所以會非常包容 所有的族群 把自己的文化特色的東西 拿進來 然後裡面的話 像植物類型的 它會有一些食物 或者是植物的加工品 像你看到這個 比較像是植物的加工品 做香水啊 做或是油 或者是 還是一些加工品 有時候我不太知道 那個是什麼 因為沒有人翻譯 所以我不太知道 那個什麼食用 但基本上都是 食物加工品比較多 還有一些保養品 然後這種 比較 一般生活用得到的 一些植物加工品 那其他呢 還有一些 就是大家看得到的 手工藝 可是特別的是 他們的湯位啊 的 那個 那個變化滿大的 有些像這個 很像 其實他們包容嘛 媽媽突然說我要擺攤 他就去擺攤 你知道嗎 每個桌子都沒有亮 但是一開始他們感到很嚴謹 可是後來 我覺得那跟他們的工作文化也有關係 再來就是這個年會包容 所以他們可以讓這些湯位可以進去 所以跟我們在博覽會看到那個 整整齊齊乾乾淨淨完全不一樣 就是他們是非常非常包容的多元 那也會有一些亂象 就是你會覺得很多的排隊跟插隊 那再怎麼樣 整體上面 其實他 在這個地方是非常突顯 每個族群把自己的文化 比較像商品類型的呈現 那些體驗類型的可能還是會 會軌到那個 持續表演部分 好 這個你看這個是比較傳統的 直接把傳統的 我們帶不回來 因為它真的就是植物 也沒有什麼特別乾燥處 也沒有 就是綠綠的 好像剛剛踩下來 然後去拿來編了 我們也不知道怎麼會帶回來 欸Nuru有帶一個 大家可以給的對不對 是你嗎 對對對 那個很硬 硬塞性的 然後有沒有折爛 不管阿 就這樣子 就有帶回來就好了 好 這個是他們比較傳統類型 再下一張 好 這個開幕的擺設都有一些 有趣的事情 當地的特色 因為它是 他們開幕會場的桌子這樣子 然後會經驗是因為 你看喔 這就是阿薩 阿薩伊巴西梅 以及他們那小島上面 也有產這個果實 跟那個果實 這都是很在地去圖 我覺得是很跟在地的文化 跟生物多樣性 去做一個結合 去展示 就在這個會場 你可以看到 然後因為它是開幕 所以我就決定要 穿傳統服 我們號稱都然的 假種服裝 就比照到風年紀的穿索 就進去這樣 因為他們很強調族群的 對演術民的友善 所以其實 現場其實也有很多演術民 也是穿著傳統服裝 但偏偏阿薩伊巴西梅很亮眼 大家都會來跟我拍照 我從來 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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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是秘魯的 但他只是羽毛比我高一點 但是其實你會看到這個年會裡面 除了學者 以外原住民辦了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對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除了剛剛我們 就是我們 台灣人的穿索的服裝 可以 在裡面很突然之外 其實 對於巴西梅的穿索也是一樣 然後那個 這個幾次會 所以右手邊 這個 從右往左屬第四格 那是他們的 酋長 就是 對 或是領導者 他的 對 他 可能看不太清楚 他的嘴巴其實是有 有那個盤子 盤子 對 我不知道大家 看Discovery是什麼 地理 國家地理當的時候 對 就是那種大家想像中的 巴西 那是雅華去的原住民的那個模樣 就是真的很真實 就澄清在我們眼前 對 直接 把嘴唇 塞得很大 然後就一個盤子在嘴唇裡面 就好像 穿耳洞 耳洞會塞很大的 對 然後 很特別 我會放這張 比較特別是